哈利多斯 我是凱斯汀 2020真的是多灾多难的一年 餐饮界也招逢了史上最严重的逆风 这波难以抵挡的疫情 也让许多欧美国家的餐厅 面临关闭或者被迫转型的命运 竟然还让一间米其林二星的餐厅 转做素食汉堡店 这背后到底发生了怎样的故事 一起让我们深入聊聊 餐厅生态系 零盛食 发酵实验 一直以来都引领着餐饮界变革的 米其林二星餐厅 NOVA 在疫情延烧到了北欧丹麦 政府宣布关闭所有的餐厅之后 曾经四度获得世界五十大餐厅 榜首的主厨 Rene 听到这个消息时是非常不知所措的 正因为这个原因 人类主厨才开始有了想做汉堡店的念头 在第一个 当初真的非常可怕 好像 六个月之后 人们在说 它能够多长一年 所以我们只需要等待它 然后 三、四个月之后 你会有这种感觉 这种感觉 那些东西都会不错 那种感觉 这种感觉 然后我问我 什么想要做 在我的生命中 什么都会失败 我还没有失败在三、四个月之后 那我当初没有在我的心里 我想要跟人们 想要外出 由于丹麦政府开放餐厅进行外带与外送 对于在户外用餐的规定也相对的比较没那么严苛 因为这个原因 让素食汉堡变了可能 至于为什么要卖汉堡呢 主厨Renee认为 最能够凝聚人心的一道料理 就是一份好吃的起司汉堡 然后我们就决定了吃饭 因为这就是这个 第一个开始点 就是每个人都喜欢的 我还未见到有人 谁不喜欢吃饭 Renee以及整个NOMA团队开始在餐厅的 半开放式酒吧 做起了汉堡生意 菜单很简单 只卖起司汉堡 素汉堡两个选择 可以加点内馅是接古木葡萄干果酱的巴斯克饼干 以及咖啡和酒水 比起以往一份品尝菜单要价大约11000台币 现在一份汉堡就卖500块钱 听起来还是一个很贵的汉堡 但是大家要知道这是北欧 物价本来就高上许多 NOMA风格的起司汉堡 我真的只能用既简单又不简单来形容 面包是每天现做的马铃薯汉堡包 牛肉汉堡选用的肉是后腰级翼板肉 这个部位在欧洲很流行 类似平田牛排的部位 把牛排以干涉熟成过后再捣碎成绞肉 烹调方式是利用奶油煎上色 淋上一些烟熏牛油跟NOMA招牌经典的发酵牛露 再放上一片天然的切打起司 搭上生红洋葱以及混了烟黄瓜碎的美乃滋 光拼完就会让人食指大蹦啊 至于素汉堡有分为淡奶素跟全素 汉堡排的主食是米麦跟米麴 烧烤过后再配上它们数种发酵物调制而成 从外观看起来也相对的没有那么油腻 这两种选择让客人二选一 还是小孩才做选择 当然是我全都要啊 我全都要 了解 NOMA 汉堡快闪店从下午1点营业至晚上9点 至于这间汉堡快闪店会维持多久的时间 主厨Renee他也没有一个定论 但是他已经预计要在未来推出限定的炸鸡汉堡 以及一些类似生蚝鲜虾的特色小点 这次把NOMA转型做汉堡店的决定 对于主厨Renee来讲是一个非常个人的决定 他自己在访问时有说 对NOMA来讲这是一个全新的领域 没有人尝试过 他自己蛮喜欢这样的 因为过去几年 NOMA已经变成了许多人要在半年前计划 甚至大老远前来的餐厅 他认为那种随性造访这间餐厅的感觉已经消失殆尽 他也很喜欢大家现在可以说 我们去NOMA喝一杯吧 这种感觉 NOMA希望可以成为一个重振人们信心的地方 一个让大家重新聚集享受时光的场地 而汉堡就是主厨Renee治愈人心最好的方式 我是KCD 喜欢影片的话不要忘记按赞分享和订阅 有这种想法 欢迎在下面留言 我们下期影片见 拜拜